小河风花 笑不掉 玩我跳到笑笑口 有人才一个 从1997年至2022年 由一个小孩子成长至当今成为的警员 20年来我在香港生活 Certainly,和香港早上一起成长 在未来我会很肯定一如既往 忠誠勇毅,愛國愛港,為這個香港服務 我叫盧俊成,我是西哥龍衝鋒隊的警員 主要的職責是負責機動性巡邏 最短的時間內到場,處理緊急事件 警察這個工作是有它的特殊性 有一定的壓力和一定的危險 做警察一定要有誠信 做的事要對得起自己 兼負起保護和維持私安的責任 在1997年回歸的時候,我剛出生 之後翻查相關的記錄 看到當時的畫面,我都覺得很感動 因為自己可以見證著香港 自回歸回祖國之後的繁榮發展 我也會偶少回深圳內地探親戚 內地的高鐵這個做得非常之快 令到香港都可以受惠到這個高鐵網絡 對不起 內齊 我小時候只讀得多警匪片 比較多 覺得警察是很專業的,很威風 所以做警察是我一直以來的理想 2017年19歲的時候 鼓起勇氣投考警察 我記得投考當日 大概有2000名的市民去投考警員 最後很幸運 成功可以入到警察學院搜訪 出學堂之後 做過軍裝巡邏小隊 也都在個案室處理工作 接著就加入了機動部隊 最後來到西九龍衝鋒隊 至今我已經加入了這一個月 西九龍這個地方是非常有挑戰性 衝鋒隊被人印象 通常是裝備很精良 我會第一時間到遠大現場 可以令我快速成長 和可以擴闊警察的知識和工作經驗 日常巡邏工作中 我們會一邊下一邊去觀察 街上任何人的一些可疑的動靜 發現奇怪的行為 我們就會上前折停 澄清了它是沒有特別的 我們都會禮爆相待 和盡快放行的電 亦都會針對多爆市案件的地方巡邏 去防止這個罪案發生 我們平時巡邏都經過這個地區 對於附近的街道都很熟悉 平時我們會用衝鋒車去做巡邏 任何發生的突發事件 對我們衝鋒車第一個到場去處理接觸 我曾經在機動部隊參加過不同大地的行動 包括我離庭掃遇的行動 最主要針對的對象 是對於香港一些黑社會和山學會的成員 我們機動部隊參與 聯合不同的反黑部門 例如南桂坊這些地方去做一些插敗行動 西哥龍衝鋒隊在說劇給別人的印象 通常都是威風林的一面 其實衝鋒隊都有親民的一面 不同大大小小的事務 我們衝鋒隊都會去接觸 都會去幫忙 接觸過很多有人暈倒 有人受傷的案件 很考驗我們警員的工作人員 警察是一份很有意義的工作 因為市民事務大小 都有機會找警察幫忙 幫到市民之後 市民主動去跟我們警察 說一句多謝 這件事我覺得是 很有意義和很有成就的 我們是年紀屬於比較小的 他活潑的… 始終我們運動型的男孩 處理案件都非常有衝勁 我平時喜歡健身和游泳 可以釋放自己的壓力 也可以放鬆自己的身心 令自己隨時迎接下一個挑戰 作為警隊的一份子 保護香港市民 維護社會治安 為香港的未來衝一分力 我相信在國家的支持 和市民的共同努力之下 香港是可以經濟更繁榮發展 市民的生活更幸福安居樂業 我對香港的未來的發展很有信心 不同的問題 台北市民的生活更新的 學習運動